好,各位大家晚安 晚安 待會我們會看一連串的新聞報導 我們就當作現在是晚間新聞時間就可以看 為什麼要先從新聞報導開始呢 因為我們講到李三首部 李三後面如果有時間我們再做比較詳細的解釋 大家聽過李三的詞? 簡單講它是一個日文字 然後這個李三指的是相對於澳山 什麼叫澳山?澳就是深澳的澳 日文說澳山是什麼?就是深山 所以它是相對於深山的淺山 介於人類開發跟絕對的自然 就是深山跟城市中間的那個過渡地帶 就叫李三這樣大家了解嗎? 那當然後來日本慢慢的還發展出所謂的禮海 禮河意思就是指有高度的人為介入 但是它又經營的還算自然 那如果我們不要把它講得太熬口 簡單講就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到的鄉村 相對於大城市 相對於那個絕對沒有 完全是自然保護區的那個狀態 它是介於這兩者之間 所以它受到很多人為的干擾 那這個人為的干擾呢 在日本所說的李三是希望人的干擾跟自然中間 可以達成一種微妙的動態的平衡 所以包括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什麼河掌 河掌照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們在看照片的時候大家比較沒夠理解 就是它的目標是理想狀態不是把人趕出去 像美國的國家公園 美國的國家公園你們現在去看是原始的自然 可是呢原來那是有人住的 誰住的呢?原住民住的 然後那自然保護論者呢 會覺得要把這個自然保護下來 所以把人趕出去 然後這個地方就化為國家公園或保護區 那可是李三更強調的是人不要趕出去 人在這裡面還是可以住 可是人跟自然之間怎麼樣適度的利用 比如說在台灣有一些李三的點 我待會稍網找一下給大家看 就是那個台灣的李三地圖 李三地圖講的是什麼? 比如說發煙當然會去過 就是像那樣 人在裡面做水晶田 然後但是你看那個小白鶴來台灣 小白鶴不是去拔鹽之距離建篩 但是意思就是說有水晶田 然後水晶田裡面有一個生態系統 這個生態系統是健康的 然後呢又會吸引水秒過來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有自然生態 也有人會開發力 這是一個美好的圖像 那跟步道有什麼關係呢? 這裡面要講的就是說 不是到高山裡面的步道 比如說當然我們知道像嘉明堡這種地方 它人為介入還是非常嚴重 但是它是澳山 它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過多登山客的問題 但是實際上我們日常各位生活的這個地方 旁邊的李三是哪裡? 我們現在在文山色大 我們現在在文山色大 尖基岩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李山的步道 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像玉山啊 雪山啊 來湖大山那種高山裡面的步道 它是淺山裡面的步道 大眾都會去 形形色色的人都會去 那形形色色的人去 還有住在這裡的人 然後呢 我們待會兒來看到一些關鍵的人 會在這些新聞報導裡面出現 所以我們在談的這個步道學 各位今天參與來做 未來上完這個步道學之後 以各種形式來繼續擔任步道志工 不一定要所做 有各種各樣的志工的方式 那你就要面對大眾 對於李山步道的想像 人人都不同 好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做好一個 溝通整個角色 你要先透過這些新聞 來看一面 一般大眾到李山的步道 高度人為介入 然後也不是那麼自然 但是我們希望它保護自然的時候 遇到哪些問題 好所以呢 我想要讓大家用影片的方式 新聞報導的方式 我們用新聞試讀的方式來 你解讀看看 我們每看完一個新聞 我希望大家可以說說看 你在新聞裡面看到什麼 好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是 那個看新聞報導討論 看新聞報導討論 就是一個上課的方式 這樣 所以大家每一個看都要想 好也許呢 也許你認同裡面的某些部分 也許你不認同 或你自己呢 可能也曾經做過類似的事情 或者是 你跳出來 你會 如果你在新聞裡面 你跳進去 要跟他講話的話 你會講什麼 好 所以我們大家每個人都抱著這樣的想法 好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要看一年川的新聞 我們先從文山色大旁邊的仙基岩開始 欸 大家都爬過仙基岩嗎 沒有 走過 走過的人應該會比較有感覺 但是沒走過的人也沒關係 因為李山的步道都很像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 仙基岩 然後待會我要大家告訴我們 你看到什麼 八景之一的仙基岩 相傳呂洞斌曾經在這邊留下腳印 所以有這樣一個仙基岩的名稱 師傅之前還投入了三千宗萬 計畫要打造成重要的國際級觀光景點 不過呢 這筆錢到底花到哪去了呢 民視記者獨家去查訪 發現這邊的步道不但是階梯過袖碎裂 連扶手也毀損傾斜了 甚至還有登山客說 我曾經看過有人就躲在這裡吸毒 這樣就直啊 這樣又是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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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腳步已經跪了去哪 登山客 站在步道上 外的證明不需要搞笑 而是要證明一路上的俯首全是向外傾斜的 原本堅固的水泥階階梯也研久失修 所以研久失修 大家可以再做更好一點啦 比較齊緒不平的話就比較危險了 這裡是台北市八景之一的仙基岩 相傳旅洞兵八千破海曾經到此一遊 還在岩石上留下腳印 神仙傳說以人假想 是否也從三年前陸續投入3300萬 要把仙基岩打造成北市三大風景區之一 希望每年蜥蜴十萬人造訪 只是您如果來到仙基岩恐怕感受不到任何靈氣 卻得先受一肚子氣 像是標示不清的景點告示台 按指示往前走不到五公尺 卻是移動民宅 登山步道沿路滿屋垃圾髒亂不堪 走敲的階梯上還堆放著施工沙包 登山客得小心翼翼跨過風鎖線 一個不留神就會摔的四角朝天 自己好好看啊 小心看啊 那你一定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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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需要我上嗎 11點 811點左右吧 那我幫我小孩 我都不敢過來 登山客抱怨連連 把仙基岩批得一無是處 但大力工程處卻說 因為每年只有七百萬預算太少 不夠好好維修 北市發起如此破敗 也讓民眾感慨 仙基浪災掀掀起全失 記得將頌黃俊玉台網吧 好 那大家看到什麼 那看到什麼 現在看到什麼 登山客很多抱怨 登山客很多抱怨 登山客很多冇 Lives дutan 很多的抱怨 然後什麼樣的抱怨 水泥裂開了 水泥破損 大家覺得這些事物很奇怪 為什麼水泥會破損 我們不是印象中 水泥很艱苦嗎 地基 地基本來就 不適合去 水在上面去 地基可能是一個問題 但是以這個來說 以這個來說這不是地基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 水泥 破損 然後就說 很爛 然後像廢墟一樣 可是我們都以為水泥很耐熱 不然為什麼要用水泥 你沒有大家想像中 那麼爛 你如果看人型到你知道 就當然大家都會批評說 你是工程品質 可是其實不見得是這樣 不見得是這樣 它這個 剛剛說的地基我們下一個會看到 地基它剛剛 那影片裡面也有 那個欄杆旁邊的那個水泥 是不是就是裂乾 對 就是水泥跟土壤中間 會有一個交界 那水沖的時候 會刮掉土壤 但是水泥會怎麼樣 會全空 對 所以它 在自然裡面 水泥一定不會比較耐用 實際上 我 這邊沒有一個病子 其實你如果去看建築物 這個 也會出現像這樣子的東西 而且不用很久 所以第一個 好像 明明是鋪了水泥 可是大家都覺得 很多破損 而且破損以後就覺得像廢墟一樣 好 還有呢 剛剛有人講要欄杆 欄杆怎麼樣 向外傾斜 為什麼會向外傾斜 又是施工 沒有做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 為什麼會向外傾斜 很簡單 很簡單 絕對沒有一個欄杆不會向外傾斜 為什麼 它的顛簸啊 所以 穿刷之後 就不會往外傾斜 欄杆都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為什麼 欄杆又來幹嘛 支撐 支撐 怕人掉下去 所以 怕人掉下去就會在這個地方做欄杆 然後 那個做欄杆呢 想到要用什麼材料比較不會壞 鋼尖水泥啊 鋼尖水泥 鋼尖水泥 重不重 很重 所以 在這一個步道來說 最脆弱的地方在哪裏 鋼尖水泥 就是這裡 這個 這個波其實是 比較 危險的 比較會滑動的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採劫 鋼尖水泥 然後又弄一整排 然後如果有一個地方 滑動了 它就會往外傾斜啊 它就算沒有斷開它也會傾斜 這不是正常的嗎 好 為什麼要設欄杆 會比較安全嗎 好 我們待會兒會討論到欄杆這個問題 好 所以 這裡面登山客批評很多東西 不見得是一句話 公共品質不好 不是公共工程品質不好的問題 是 自然裡面本來就不太可能 有不會壞掉的水泥 或者是不會傾斜的很重的欄杆 因為那些位置本身 就不可能承受這件事 然後剛剛講到如果鋪水泥 你下入土壤 會差異青石板 會造成懸空 對不對 這些都是問題 但是 當市民這樣批評的時候 政府會怎麼做 繼續補水槍 對 因為 大家都沒有看到問題的淵源 發生在哪裡 好還有呢 當然我們追到剛剛影片來講的 西部 蛤 西部 西部 這個我就 這不屬於步道上面的問題 這個我沒有辦法解釋 是 可能有啦 因為它就是在靠近夜市這邊吧 但是很多地方 如果 都有可能有 這個不是步道完全 步道的問題 還有呢還有什麼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什麼三千萬 跟七千萬 你知道這是什麼做法嗎 最佳 沒有 其實 其實喔 你們看那個新聞 它這裡面也有寫一段 這個是一個議員嘛 立等貴方指出 市府分三年投入超過三千萬 三年 三千萬 兩年 那以今年來說呢 不是今年 就那一年 這個發生新聞 這一年 2013年 是七百萬 要整修先基岩的一段 好 那 先不管它怎麼整修 但是 你們猜喔 七百萬大概可以做多少公佈的步道 一般 一般 像這樣子的工程 如果做法是這樣的工程 一般是一公尺五千塊 一公尺五千塊 一公尺五千塊 所以七百萬可以做幾公里 所以 好 好難嗎 你就算一公里 是一千公尺嘛 所以 五千要乘一千 這樣多 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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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差兩百萬 所以 一公里再多一點的意思 對不對 這樣子 大家有理解嗎 所以你覺得它能夠修什麼 你知道 台北市 有非常多的步道 然後 我們納稅前 大概是這樣子去修理 那 藝人其實怎麼樣 你都沒辦法把這些步道修好 因為 他如果訴諸這樣子的工法 用工程的方式做 七百萬 他就只能做一公里多一點 好 那 並不會 怎麼講 就是 並不是像我們想像 或者說 我們想像中的 公共工程好像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其實它 是沒有辦法解決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第二個新聞 注意看那個 融化民眾都膽戰心機 也開始注意 融化的環境 登山步道 因為出現裂縫 他已經好一陣子沒有走 那下一天 還有 土石流啊 好幾年前 負責文庫的大甲之公所發現 登山步道 出現了相當長的裂縫 先做了步道路面的補修 不過 這幾年卻發現 當初補修的地方再度裂開 不但裂縫變大 路邊塌陷的狀況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鐵鎮山早晚有在地居民 會上山做運動 到了假日 遊客也不少 政公所擔心 再不整修 恐怕造成意外 步道地下步道我們看不見 那如果逃空的時候 等直接出來 這樣子 地震啊 或好大雨的時候 就造成比較大傷害 不怕的是這一部分 擔心意外 政公所在裂縫 比較嚴重的區域 招貼危險公告 提醒民眾不要到流 儘快通過 也呼籲主管機關 台中新政府 儘快補強編坡結構 但是在那邊的地層 都我們 像看到的那種 事實上化 那地層關係是不一樣 雖然不可能 相提並論 其實我們都是 持續在觀察 來做改善 面對地方居民的擔憂 台中新政府指出 步道下降的地層屬於 軟地鹽 沒有大塊崩塌的疑慮 嚴判裂縫 是因為步道構造老舊而造成 最近將邊締預算檢修 讓登山民眾安心 記者一人來世捷 台中報導 好 大家看到什麼 我們剛剛也有講 這幾個問題 他說底下是軟地鹽 對不對 然後 那個主管大會居然說 那個山坡沒有 不是順向坡 所以不會發生 那問題 但是問題不在這個問題 對不對 問題在 它底下是軟地鹽 上面用水泥去坡 那在下大雨的時候 會把那個土壤的地方帶走 所以它這個 又空掉 對 所以底下它會偷空 會有裂空 那他們就說 疑似是因為那個 步道的基礎 什麼結構老舊還是什麼 對不對 那他們還是會繼續 這樣子鼓下去 對不對 對 你看它鼓也是這樣子鼓 那有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沒有 然後你們看到 上去的旁邊 其實有一些軟石 有沒有 就是原來的軟地鹽 就是有很多的軟石 跟土壤 跟紅土 大概那個地方的狀況 是這樣 那所以其實 不鋪反而不會有蛇 問題是 鋪了以後 那個步道本身 就看起來是裂縫 但是如果你直接 踩在原來的軟地鹽上面 其實不會有問題 好 可是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主管鋪滿 還有一般民眾 的想法 就是要步道一定要長這樣 而且你看兩邊都是欄杆 不像我們剛剛這樣子 可以 它兩邊都有鋪水泥欄杆 而且那個走位的更厲害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有趣的新聞 但是呢 台北市的古德坑護浴公園 這邊呢 是要給民眾來使用的 但是呢 就有市議員提報說 道路都是石子路 地面的空隙也非常大 很多行動不避了老人家 輪椅逐步的去推 娃娃車的民眾 行走來說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呢 園裡頭的涼亭也過散不堪 連遮蔽的屋頂都不見了 簡直笑是廢墟 對 坐在輪椅上的阿爸抱怨連連 中國假日 家人帶他到去年才開放 位在南陸的山豬窟 附居公園 但這裡的步道道道路是碎石子路 讓人家行動不便 都跟路困難重重 海藏也不見了 也不見了 很危險啊這樣 地面一個步道間 也有十公分的高地落差 步步都要小心翼翼 市府耗資兩億兩千萬 有野蠻場變身打造的屋頂公園 卻變得邋遢 另一個位在陸下的福德坑 屋頂公園 情況也一樣 這樣 脫脫淡淡 再兩座兩棋 一座呢 當然好一點 另外一座 簡直像一個 內序跟文件 我們基本上會 要求他們的人休閒 畢竟公園是適合大眾的休閒場所 更有神環境 對老人家來說 才不會連走個路 縱使折摸 記者王西曼 林志淳 海藏落到 好 看到什麼 好 這個 打採石被哭的路 總之 沒有辦法來 好 有那個縫矢 對 所以走 其實走是更多 其他人 為什麼用石碑 為什麼用石碑 對 為什麼用石碑 對 為什麼用石碑 還是用碑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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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用碑石碑 為什麼用碑石碑 大家覺得怎麼樣 水泥不好 那碑石碑也不好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討論 大家覺得怎麼樣 要抬捨 說碑石是為了透水 對 為了透水 那 好 現在有幾個有趣的問題 一般呢 其實 我們要讓步道 不會積水淫定 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 希望能夠增加步道的透水性 對不對 有碑石在上面 然後呢 底下是土 前面如果再做一些排水 這樣子就不會積水 對不對 所以不碑石 是這個原因 那 剛剛說到那個石碑 那也是常見的鋪塘 對不對 所以好像 大家覺得鋪石碑到底要幹什麼 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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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 通常公園會這樣 對 會 會 讓人覺得那步道好像比較工整 比較好整 比較 我不知道 那 但是這裡帶出了 其實如果沒有輪椅來走的時候 在公園裡面這樣子的狀況 還好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去富洋公園 大家都去過富洋公園 富洋公園裡面很多是用碎石窟 因為他可以透水 然後他在一些 要通往廁所那邊 他們也是用濕打 他是一個公園 OK 那 但是出現了一個使用者 這使用者族群是我們 一般在講步道或講公園 比較少注意到 可是實際上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使用族群 尤其是台灣 雖然已經是老齡化 未來應該會有更多這樣的人需要使用 好 那 如果是 這時候我們要區分一件事 這裡有 荒野保護行為的所辦 就知道呢 荒野在推動什麼事情 公園分級 有沒有聽過 就是 比如說富洋公園 他應該是比較自然的公園 大安公園 可能是 就是比較休閒 對不對 然後在 在什麼公園 我去的公園 台北市還有什麼公園 青年公園 對不對 青年 你這樣子去想 大概就會知道說 在 自然程度 不同的情況的公園 他們的 鋪面材質 設計 就應該要有一些不同的強度 這樣大家理解吧 但是 公園跟步道 相對還是有點不一樣 公園是不是 我剛剛說那幾個都蠻平的 青年公園 大安公園 富洋公園 他都在坡度上面比較平緩的時候 的確要考慮到 通用設計 好我們為什麼講通用設計呢 因為 輪椅可以走的 所有人都可以走 這就叫通用設計 不是 無障礙步道 這個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 我們有沒有把某一些使用者 標籤化 或者是把它排除在使用的機會上 我是只是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這個會講到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相關 所以我稍微解釋一下 比如說現在這邊有一個階梯 這叫做有障礙 對不對 我如果鋪一個斜坡 斜坡道 這樣叫無障礙 這樣大家來講 那如果呢 我們整間教室都是平的 那就叫通用 這個 了解意思嗎 從外面一路進來這邊都是平的 這樣子 但它不一定是完全平 就是一個斜坡 有點像我們現在 講的齊樓路平專案這樣的概念 是不是一個斜坡 把那個斜坡拉長 然後呢 所有的人都可以用 這就叫通用設計 好 當我們在談公園的時候 不是說把公園全部通通都水泥化叫通用設計 而是我們也許可以考慮有一些使用的動線可以做通用設計 公園如果夠大的時候 比如說福德坑 他剛剛說山珠窟嘛 那都是垃圾演來場改的公園 那範圍非常大 你剛剛看到非常大 那也許從停車場出來 然後繞一圈回來 這一圈也許可以通用設計 那如果過後有一點爬坡 那那個可能就一定可以做到通用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當我們在考慮 使用族群的時候可以考慮 那 大家還看到一些那個 不知道你們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倒水溝 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對 對 他就是 中間會有一個倒水溝是石頭的 然後有個溝 然後我們說那溝很超過十公分 好 一樣也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後面講到單車的時候 單車使用者 就是一般 一般其實我們在做步道的時候 倒水溝有非常非常多種做法 這一種做法是其中一種 好 那但是那個對於走路的人沒有問題 但是對於 假如是通用設計就不能這樣做 好 然後你會常會看到在山路上 像 統後越嶺步道 我們做的那個倒水溝 然後有騎單車的人 就會把它破壞掉 因為他要 他不要那個 咚咚咚咚 這樣 所以他就會把它破壞掉 好 那待會我們會講到這種多元使用者 我們剛剛為什麼講到里山路道 要的意思就是 使用這個地方的人很多 形形色色都有 會有不同的需求的時候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兼顧 以身障者來說 你如果坡度已經超過 比如說 一比二十 超過一比二十 前進二十 上升一比二十 超過這樣子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去做 你就是把它全部做成斜坡 輪也存得上去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去設計 通用的動線 而其他的是讓別人去使用 好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什麼 剛剛這邊除了講那個 使用者忽略之外 還講到這個 梁婷 好 梁婷這個設施 大家覺得怎麼樣 剛剛議員說什麼 常說無頂相廢墟 沒有無頂相廢墟 你們覺得呢 你們待會兒一直不斷聽到廢墟爛唱 對這些說法很好 對這些說法很好 很好 OK 好 這個待會兒再講設施一下 那你們猜為什麼這邊兩點沒有汙 我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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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這樣 她一定會很多雨 很多雨 所以 就是 就是 比較想要營造一個比較自然的空間 然後 也不是這樣 那就不要涼亭 對不對 就是讓人家可以休息 但是 但是 她沒有一定要遮 就是她 她原本比較想要融入自然 所以她沒有一定要遮陽 或是什麼 OK 好 其實不是 一般在公 你看到她那個良頂已經不自然 她是用水泥 然後也是用仿木 仿足的方式去做的 她為什麼不做屋頂呢 因為 在 這些環境裡面 你如果要做 有屋頂的 就叫做建物 就要申請建造 大家了解嗎 所以 公園裡面 這些一個一個的良頂 其實要申請建造很麻煩 而且要先認定 然後如果你申請了建造之後 就不可能只建成這樣的地方 所以呢 這是一件非常麻煩 所以你會常常看到很多良頂 都是沒有屋頂 因為沒有屋頂 就不能稱之為建物 就不用建造 最多最多 就雜照就不 程序簡化很多 就不用符合什麼建築物的要求 建築物設計標準 那所以這是一個 台灣公共工程常見的一個 大家都會說 良頂為什麼 我覺得屋頂不在產 其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設 到底要不要設良頂 你們剛剛看到那一堆良頂 有沒有需要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我們來看下一則新聞 投訴的是來自台北市的一位王先生 最近是螢火蟲出沒的季節 王先生帶著朋友到新店地盤的旁邊去賞螢火蟲 沒想到這個場地 太過黑暗 拋出不平 竟然有人當場捏上 而且筆金連手 他希望能夠加裝一些鞍殼的裝置 像是護欄或者燈光盒的 但是華世紀的一查 這片根本是私人地 大家還是要看看自己 這個漂亮的螢火蟲 讓小朋友開心的驚呼 就是這靈面的山林裡 夢露般的螢光 讓好多人專程到賞銀步道來 不過具有民眾 向華世新聞投訴 認為在欣賤必談 這條賞銀步道 不但一片漆黑 而且路面不平折 讓他一路上好幾路都被拜託 我們實際來到現場 也有不守民眾 覺得的確有點不見 路是不好走是真的 可是還好 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啦 還有路燈 這條路沒有路燈 是有一點可能需要導覽的 沒帶頭有點好 就有點暗 就有點危險 就還是要帶一下就比較好 實際開著手電筒 整條路還是伸手不見五指 就算有不少機車騎士 騎車來賞銀 車頭燈的效果也不大 看看這崎嶇山路 到處都坑坑洞洞 完成可能隨時都會有蚊蟲 蛇意出沒 更危險的是 路的兩旁沒做困難 如果不小心踩空 真的會不堪設想 在新建市公所 卻說這裡是資人土地 也沒辦法管 我們只有所謂的登山步道 並沒有規劃說 有什麼當地步道 在那個地區 蛮捨立到一些 私人的土地 所以說盡量越界間嘛 擔心那個安全問題 我們都有去做告示牌 去提醒說盡量緩接不要上去 在想看營火充 郭槐峰還真看不到 所以要賞營的民眾 可要準備好照明工具 否則受傷也只能自己負責 記者開上房 黃瑞銀送一張台北報導 好 好 大家看到你 好 好 大家看到你 好 我們 本來就是不很有礦 對不對 對啊 對 水公民 賞營 本來就不要那個人 好 還有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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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公民 旁邊有一個水溝 所以 總結要找一次 晚上 OK 其實通常去看 你們有沒有去掃蘋果成 有齁 通常你們都去看 有導覽 有導覽 剛剛裡面的民眾其實都還蠻有水準 記者一直想要引導他 有齁 民眾都說 這個還是帶一下手電筒比較好 然後呢 也要有導覽比較好 但是都沒有人回啦 說應該要裝陸燈跟凹凸不平 都是投訴民眾 或是記者自己所說的 其實你只要有導覽人員 然後帶手電筒 而且手電筒要用什麼東西包起來 紅色 要用玻璃子 紅色的桌椅子 包起來 才不會影響到螢火蟲 螢火蟲在發亮是在幹嘛 蕭蟲 對啊 其實我們去賞盈本身已經是 對他來講是一個干擾 所以我們還要說 我們要去賞盈所以我們要很多的設施 那個干擾更大 好 所以這是一個案例 那當然其實後面還講到 他說這是私有幣 我們待會看到私有幣的問題 就會發現這是澆山庫道常有的問題 然後政府部門其實是沒有辦法去管私有幣的 但是呢 當出了事的時候都要國賠 所以啊 政府部門只好立告示牌 叫大家自己小心 這個是一個惡性群 你把人在後面會 會再討回到類似的 河阪山的地標 五嶺有遊客會有拍照摔死嗎 這 消防隊員警抓繩索 小心的沿著河阪山地標 五嶺邊的九十度垂直陡坡 緩緩垂降 不但落實危險 而且山谷有100公尺深 布布金錢為了救 最古的二十二歲男子 但是我知道 一個人在那邊 我本來就阿阿一聲都不相信了嘛 過去民眾看到 男子跨越五嶺停車場前的欄杆 站在懸甲邊 用手機自拍 可能專注的看照片 漂不漂亮 移動角度時 不小心失足墜落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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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 搜救行動從下午到晚上 終於找到 但男子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為了拍照 留下最好看的畫面 手機裡的照片 卻成了最後的身影 OK 那個 我們不用把它全部看完 所以 欄杆這件事情 設了到底會不會帶來安全 不見得 不見得 你們如果仔細去找這樣的新聞很多 翻越欄杆 或者是靠著欄杆拍照 然後這個發生意外 很多 如果沒有欄杆的話 可能欄杆 對 其實 有幾個案例 其實講的就是這件事 像國外 羅威有一個大的岩石 然後那個岩石 沒有設欄杆 然後前幾年 就有一個亞洲觀光客 摔下去 資料 那羅威就開始討論 要不要設欄杆 後來他們就覺得呢 其實是 不設欄杆會比較安全 因為那麼多年就只有發生過這一次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這一顆 假設這是一個大巨岩 它其實是一個 類似像這樣 懸崖這樣 這樣的一個大巨岩 人 遊客上去 假如 如果設欄杆的時候 假設是圍著這個 圍了一圈 假設這樣 圍了一圈 設欄杆 遊客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會靠在欄杆 會圍這一圈 對 然後盡可能的靠近 那如果沒有設欄杆的話 遊客會怎麼樣 深散了 會圈或幾天在那裡 遊客 可能會比較靠中間 有一兩個可能會走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不會太多遠 對不對 好 那 另外就是一個案例 大家有時候去過追入古道 誰 我們有去過追入古道 這兩個人 你們去追入古道的時候 然後到那個斷崖路段的時候 很恐怖吧 是不是像這樣 好 這邊是中盆公路 然後小 車子很小 好 那有沒有設欄杆 追入古道嗎 還是旅行 現在有 現在有 我最近一直去年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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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崖路段也不是很好 是在斷崖那一段嗎 對對對 現在沒有 斷崖那一段那一段 全部設欄杆 那有 沒有啦 就是 沒有說全部 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 OK 好 以前沒有設欄杆 但也沒有人掉下去 那 你記得 他在沒有欄杆的路段 是做什麼 旁邊 會有一個 讓你 手 或是 旁邊 會有一個 拉繩 對 你覺得 這樣做跟做欄杆哪一個比較安全 你會去靠欄杆 但是 其實這很危險 因為 不見得穩 對 而且剛剛已經講過 在這裡設欄杆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對 他只是你最後的 就是理論上 設欄杆是這樣 防止不小心的意外 防止不小心的意外 但是 實際上 大家看到欄杆的使用習慣 並不會是不小心的 反而是不靠上去的 反而是不靠上去的 反而是安全的 對 所以 其實 設欄杆不會比較安全 但是 剛剛說的 在山壁拉繩 反而會讓遊客 引導到安全的地方去 那 所以 我們 公務門 跟大眾 其實都有這種欄杆迷思 但是 實際上 你看到很多這種問題 好 那 那 這個我們不看 因為那個 這個 我講給你們聽就好 總而言之就是 有一個剛完成的步道 全部都是木頭的戰道 然後 就有人在上面烤肉 然後那個烤肉之後 把那個糧品跟步道都燒光了 最後快要沿著那個步道 一直燒燒燒過來 後來是 那個消防隊是把那個步道從中間鋸開 讓它 就有點像做防火象 那樣 然後才 好 你們有沒有在礁山 的 步道的 平台上面看到很多那種烤肉的 火的引擎 有沒有 現在 現在 也還是蠻多的 你說現在 沒看到有人在烤肉 還是 對啊 就現在比較少 因為 比較會在宣導說 身上肌肉比較有一點 心內板 時間 你要看時間 如果是比如說看煙火的時候 中秋節的時候 你注意那幾個時間 通常都會發生 對 一定會 那 這種事你要怎麼 一個是民眾在山上 可不可以用的 可不可以 因為它 它會帶走的問題 很難去 發布的 這個資源是很難去 或是水源是很難去 是 這種問題 OK 你們在出去 爬礁山的時候 會不會煮東西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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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 對不對 瓦斯爐 瓦斯爐 對 所以用瓦斯爐 取代 直接 用碳 或者是蒐集木材來考 這是一個 還有就是 在 國家公園 或者是森林遊樂區裡面 如果有規定禁止用 我們 它連籠子都不不用 對 好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那個步道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 很好的燃燒的材料 如果沒有做的話 可能還不會有什麼事 而且通常你會發現 有做一個平台 大家都會在那邊考慮 然後就會把那邊燒了一個洞 一個洞 好 這個案例是另外一個遊客 我看看我有沒有把它抓下來 好 大家可以聽一下 一般的遊客的狀況 像最新意外來自馬家鄉 這個婦人跟兩個朋友 上去爬山坡 間雨入伍伐 她一不小心 跌落了三十公尺 深的河谷 有客 有客 華國山坡的婦人頭部受傷 被救的人員先綁在單架上 因為山坡下樓下過大雨 雖無名失滑 救那弟兄台的單架 但腳步不敢大意 就快一個不小心 還會再出意外 還好經過一般折騰 走了整整兩公里多 她終於把婦人送上救護車 不然說她是今天下午 心血來潮 客道軍朋友想要去爬頂立山 但因為午後山區有大雨 把登山步道淋得又濕又滑 加上她綜合朋友吃飯時 有喝點酒對精神不太好 又沒有穿專業的登山鞋 結果就是這樣 讓我們沒有注意一個滑步 往旁邊的山谷墜落 因為撞到頭無法起身 小人員到達時 先用軟單架和固定 還起手發炸用繩子才把給拉起來 還有送醫後已經平安 但這次教訓 婦人也說 以後要登山 一定要先穿好裝備 而且下過雨後 再也不敢去爬山了 謝謝陳川廷 屏幕報導 真的 真的 好 大家看到妳嗎 看到什麼 陳川如果 陳川如果有問題 發生的話 客人需要很好的練習才行 你出面修了再好的步道 如果自己不小心還是會有問題 對 OK 請問他需要付錢嗎 你要發負錢嗎 不用嗎 請問他需要付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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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說 但是好像還沒太實施 沒有實施 沒有實施 對 我這樣說 好 這裡面 一開始大家也有 就是下大雨之後 步道失法會造成這個 結果其實不是 對 其實是 臨時起逆 喝酒 對 沒有穿 對三個鞋 對 可是練習不夠了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新聞 國內四大風景區 可能在十月就要開始收費了 其中包括了高雄茂林風景區的 涼山修氣區 今天我們記者就實地走訪了 這個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涼山復步 不過也發現 這邊雖然擁有天然的生態 不過設備卻簡陋的可憐 想看美景還得要深入山區 甚至要開年下去 那一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險 劉柯抱怨 這樣的設施 竟然還要收費 實在是不合理 清澈溪水 以同第一支台灣馬克瑜 清晰可見 聽到了嗎 旁邊就是壯觀的涼山瀑布 再往旁邊石頭邊看 一隻螃蟹就在你身邊 但您知道嗎 想賞這般美景實在不簡單 穿橘子的女生也一樣得像排影一樣慢慢爬下來 而有具高震的燃小燈還無法去享受美景 而這個保有自然生態的涼山瀑布 就位於高雄茂陵風景區的涼山休憩區裡 裡面景色天然 多年來 只多民眾來這裡探訪 吸取大自然分多金 多不好走自己搭鐵架當橋 想出席 有拉水管引來山泉水 還有更迷人的是 就是在炎炎上夜 融入清澈泉水的清涼 但是想要進入瀑布區 就得經過遊客中心直到大門 如今這裡被點名 最快11月就要收費 穿裙子要爬下來很不方便 就是可能會踩到 有點危險這樣 增加更多設施會比較好 會比較合理 那要收費的話至少 設施要再多一點 涼山休憩區最具吸引力的就是瀑布區了 但再看一次想進入 卻連個樓梯也沒有 也難怪民眾會痛批 基本設施都沒妥善蓋好 卻只想收錢實在太不合理 記者鄭山田高主事報導 好 看看什麼 你幾天都沒人生氣 什麼事情 他們知道去看什麼 過不完 沒有問題 那如果他帶了就沒有固定 就他只會想說 壓著要更好的設施 他都可以想說 他進這個設施了 如果你一直在增加東西 他原本的天然東西 是不是就不作為大門 也就會逐漸的喪失 照理他自己應該要有 該去那種地方的服裝嘛 然後穿個拖鞋 穿個裙子 那怎麼會安全呢 為什麼所有的景點都要很容易到 是啦 OK 好 其他有問題 自然之餘是 不用自責的部分的想法 OK 好 剛剛講的一個層次是說 這個 比如說這個部分很自然 然後大家如果要去的話 你如果 比如說剛剛旁邊看到那個螃蟹 如果我們要去做很多設施 讓大家很方便的下去的話 那可能就會到這些東西沒有 好 這是設施 跟破壞自然的類似 然後遊客如果要去到很自然的地方 或者說 要去到一個不好道 但是很漂亮的地方 自己應該做好準備 那就是你們兩個意思 然後這個部分大家有沒有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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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已經被納入 茂林風景區管理處 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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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的 就是他有這場的遊客中心 然後進去再走一個地方 可以到兩廂 那破壞有好多層 破壞其實有 比較好到的跟比較難到 當然 你如果比較好到 就看起來就很普通 那比較難到的 是比較自然的 對 然後你的意思是說 設施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如果去 比較大眾 要讓大眾 都能夠接觸去的地方 看起來就需要有些 比較基礎 比較好 大家都可以進去的設施 那這個可能收費的選擇 不可後悔 OK 好 這裡面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就是你這句話 有一個層次會跟它有關 好 設施 如果是為了讓大眾 大眾可以去的話 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那跟我們剛剛講那個公園分級 沒關係 好 那但是同樣的 剛剛我們有說到這個風景區 因為其實國內現在是這樣 一直都有一個聲音 希望把交通部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 跟林務局的國家生理遊樂區 跟內政部營業署的國家公園 全部放在環境資源部底下 一起來管 但是現在還沒有辦法這樣 那在這裡面呢 你會看到 國家公園裡面 有分所謂的一般油氣區 有沒有 還有這個 蛇心 就是它有那個蛇心保護的地方 有油氣的地方 有死機保存的地方 也有一些一般管制區 它的使用分區 是有一個通盤檢討的計畫去約束 那除了不外觀人之外呢 森林遊樂區跟交通部觀光局的風景區 就會沒有這種分別 就會它會感覺 只要被納入風景區 就要很大眾 這是目前的狀況 但是現在呢 其實像 有收費的 好像只有森林遊樂區 跟部分的風景區 沒有全部 好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 聊三瀑布這個地方 它瀑布有比較好道的 跟比較不好道的 那也許如果我們說 同一個 油氣區 它裡面再去區分 你的核心資源 就是保護的 然後跟一般 遊客可以到的 那個設施程度不一樣 某種程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大家看到這個是 最難到的 然後所以你看 很多人自己 動手做了一些事 這個我們後面講到 這個是不是手作步道的時候 這個 好 那第二個層次是說 好那假設 一般大眾都可以到 所以有比較好的設施 這樣的情況之下 收費無可厚非 就是 現在講到就是 設施跟收費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剛剛你講到說 你的意思是 自然資源應該不能收費 所以你的意思不是說 自然資源就不應該收費 而是說 需要維護的經費成本 然後這件事應該適度的收費 所以你們兩個的意見沒有不一樣 是被釋的意思 那其他呢 對 用收費是過濾 有可 就是 用收費過濾 對 就是不會讓大家太容易到達 你家的質量 有設施才能收費 OK 你再多說一點你的想法 好 你提這個問題是嗎 是 他好像覺得有建設 因為建設要花時間 嗯 那然後呢 真的說那應該 嗯 因為我維持這個環境 那一定是 維持這個環境 維持這個環境需要的費用 我覺得 對啦 那如果要建設 就是他們就要看到什麼 就是 然後讓這個東西一直有 一直可以讓 成就以後都還可以看到 好 就是一個費用 我還要講這個 請啊 其實這種收費的概念 像那本有一個 非常保護的地區呢 他連尿尿都要收錢 因為他必須要綁那個 又把它補向三次 所以他那個地方呢 對你們說 雖然是非常的自然 但是是要收費 嗯 是保護的程度 那當然這個你要告訴民眾 民眾是願意支持 嗯 嗯 有其他 有其他 有問題嗎 好 呃 呃 對 剛剛在這影片裡面 或者是說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把這個 其實 即使是 有設施的部分 大家也是反對 像 之前不是國家公也要收費 就是泰魯的國外公也要收費 然後大家都反對 然後 那時候本來說 要做 詳致的轉乘 對不對 就是在 車子通停那邊 然後搭他的肩甲車出去 然後就收費 從那邊開始收費 大家就不要了 好 那那些東西 都是應該要有的設施 比如說 要不要停車 然後進去 然後某種程度 也有一個 以價質量的 這個做法 那 好像有設施 有這些東西 再去收費 這件事情 大家好像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好 但是他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是說 如果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要維護管理這件事 雖然他是純粹的自然資源 你要維持他這樣的好的自然資源 還是需要成本的 好 所以這裡面 其實我舉兩個例子給大家聽 一個是那個 他有去過林美石南步道嗎 他以前曾經一度想要收清潔費 他非常大眾 對 很多人去 然後他們後來就是 為了要 因為當非常多人在裡面的時候 大家都騎在步道上 其實是沒有油氣品質 所以呢 他們後來就做 一小時一小時的放 然後有一個泡碼 還是什麼 好 那 但是 要收費這件事情 大家還是不願意 而且 有人去投訴他的 就是說 他們收清潔費 社區收清潔費 與法無據 所以後來他們就 還要收 但我後來去訪台那個總幹事 他們就說 他們光是組織巡守隊 每天進去撿垃圾 就每天要有三個人 就是一直不斷 每個時代一直去撿垃圾 垃圾非常多 然後但是沒有 沒有清潔費 他們要怎麼辦 後來他們就用垃圾回收 資源回收的方式 分類 然後拿去賣錢 然後賣了以後 再回來補貼他們 一點點這樣平山的費用 可是 一般的民眾資源 看不到這個東西 其實需要管理什麼 就跟你剛剛講的一樣 那另外一個是 收費是不是就是設一個閘門 然後有個人在那邊收費 這種形態 還是有別種收費形式 這個另外一個例子是阿朗里古道 大家有去過阿朗里嗎 有去過 你什麼時候去 去年 去年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請導覽人 有 那都一樣 對 但是他不是來一個地方 然後說要收費 就是他並不是說 我要收門票 這種東西 而是他用預約申請人數限制 然後二十個人必須聘請一個 當地的解說員 那解說員是經過政府 花錢 給他們上課 然後認證 他們每一年都要回來考試 沒有考過就失去資格 就不能再當解說員 所以其實非常嚴格 那 這也是一種付費的形式 不一定是要付給什麼 收門票 那種意思 所以 我們要保持這自然資源 不一定是要把它弄得很能工 才可以收費 然後他的收費形式 他要維護管理的事情非常多 然後收費形式也是 可以不只是賣門票而已 還有很多種方式 更能夠回饋在地的居民 去保護這樣子的資源 好 現在我們開始進入了天空步道的事件 這也有多少人去過天空步道 任何一條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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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北人 北人那個 小屋來 沒有 是小屋來 天空 天梯 OK 從上面到 手上去 然後又去 然後又去 對 所以要去過天梯 人不是很多嗎 沒有 OK 有沒有 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一種是一種天空步道 當然還有那個 小屋來的天空步道 還有什麼 神橋有沒有 這個 這個你們有沒有去過 花蓮封兵天空步道 他原來是當地居民走得不到沒錯 但是呢 鄉公所把他做的這個 那有沒有看到 透明的 兩千七百多萬 然後有售票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適當的時候應該要收費 封兵鑲帶 渡門票一張四十 收費停車場 遊覽車一百 至小客輛二十 抽食地方才能 來大家覺得 這個天空步道怎麼樣 這邊還有一個天空步道 在台東 嘉蘭部落 重點 其實是很多人抗議那個收費 對,這個也是,好,收費的是我們剛剛一討論就不討論,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天空步道,這個是什麼,保護山坡,對,水族保持邊坡整治,然後你看那個角度, 這個山直接清下來,然後為了讓這邊不要塌下來,應該是為了要蓋這個,所以硬切人,所以邊邊全部都用人工的工程再去整治,其實是蠻危險的,硬做,像這個也是,硬做, 但是在旁邊也有很多土人,所以就怕人家,因為走這種,你知道下雨走這個生活的感覺怎麼樣,所以就需要我們這個乾淘,讓大家不要到海裡去,覺得怎麼樣,大家都搖頭,好,那這個有沒有看過,過年的時候非常的熱門啊, 有沒有人去過 The Free Spirits 這是有些,好,好,OK 這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就是全國隊長吊橋,山川流利吊橋昨天才剛啟用,這個小時就幾近了2800人上橋,但其實橋上一次只能夠容納100人,今天一開放又塞爆,而且因為結果車打了兩點,就停開好多排隊的民眾,鋪了個空 民眾排排站,排隊人龍,長到看不見鏡頭,這些人全都是為了山川流利吊橋而來 排隊,排好久,很累,很漂亮啊,我也是希望帶來第二次,可是不知道多久以後的事情 排了多久,大概4個鐘 維大廷東線的山川流利吊橋,12月26號已開放民眾參觀,就湧入大批人潮,等4小時就湧進2800人,造成交通大把劫 許多民眾排隊等接活車排了好久,才得知因為現場人太多,為了舒緩人潮,接活車兩點後不提供賽客服務,搞得民眾超無奈 早上面也警覺的,已經講好玩了然後穩一點,但檢然排隊都很膿bere斷 是吧,就是太功了 剛剛在那白白白你跟我說話不說話 你說話不說話不說話 不說話不說話 他們是說話不說話 有有有民道線這樣補植好緊急 呼籲民眾不要再前往流離吊橋 流離吊橋開放之後很多民眾不靈而來 那是因為一下子湧現當作遊客 造成交通或者是排隊的人潮都一直湧現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呼籲所有的民眾 其實橋一直都在了 不用急於一時現在一定要來 那也可以多利用中間的時間來 那人潮就會比較舒緩一點 那也可以比較有好的一個品質 流離吊橋開放的第二天 本來是九點開放 一到七點多橋上就擠滿了人 而且似乎已經超過一百人的限制 平東縣政府會同警局緊急清場 而且提前在八點半開放 結果十點以前就擠入了一千人 想要一堵吊橋風采的民眾最好還是等一等 以免塞在人籠中壞了遊戲 平安報公尊家蕭雅娟 蘇宇宇宙報道 好 大家看到 好 其實那是新的就不覺得 正 新的 OK 呃 大家都自己有看到這新聞對不對 好 為什麼那麼多人 除了新的之外還有就是 他好像是四月一號還是四月十五號開始搜封 好 現在沒有什麼 這個是之前 就是12月28號的時候 就要完成 然後那時候就預告三月一號好像是 就封閉 然後檢修 就往後開始就正式搜封 所以大家在趕那個前段時間 這跟搜封也有關係 好 我不知道搜封之後人潮會不會變少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以價次量 以價次量某時候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 好 那個是另外一個主題 這個 我們就先放在這裡 呃 這個吊橋 除了 大家剛剛看到非常多人 然後跑去排隊 就是 只是因為想要新的之外 大家還看到什麼 我們說他很美 只是看不出美的 哈哈 這個就 這個 你用這個吊橋的作品嗎 呃 他其實是 是一邊可以進到那三立門的有住民文化園區 都好像大家就是走進去不走啦 對 看起來很吵 其實 對 金箔車一直不斷 就是讓大家去走掉橋 大家屁股去到別的地方 對 而且他們會排四小時 嗯 那中間如果沒有其他東西 大家就是去那排隊 然後走 他其實周邊有沒東西 但是好像大家沒有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就起來 嗯 因為他指導就是這條橋嘛 所以他 趕到就強打在這裡 所以 用別收費之前 所以人家就會 是放在那邊的檔裡 嗯 其實會這樣 我們的那個管理的方式 應該就是 他們在開床之前 就應該要考慮到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嗯 他已經有什麼接駁車啊 他是在 好像車子都不能開而已 所以他前面已經有個接駁 所以他前面已經有個 人潮的管制啊 一定是人潮的 對 像我們去接駁 你要先去做一個登陸啊 對 他可能會這樣 這有先測到安全問題 OK 兩缺到三缺 人的橋 對 是不是 他出了問題 哇 這什麼時候實在好 那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 好像都沒有這樣想過 但是說 大家 台灣人 在擠在那個上面的時候 嗯 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吊橋 其實是很危險 對 在伊蘭地區 南澳的護道 觀景台 他放成八個人 當場受傷 事實上 在過去 包括三隻的吊橋 以及在基隆 火車站的天橋 都因為倒塌 而造成人員的受傷 他的公共工程 還有能力 面對危機 到底有沒有暗時 在做理解 我們的最重的教育 一時期排下 經由火車站裡的天橋 控制一身 瞬間突然彈彈彈 垮了下來 這意外來得又急又快 走在天橋上的一名女子 來不及反應 和整天橋一起垮下來 導致輕微導震盪 受傷受低 年有失修的公共設施 成了不定時炸彈 維護不足的官方景點 也可能會成為意外現場 像是之前 新北市三隻吊橋斷裂 一次也是因為鐵神生鏽 沒有緊急維修 造成意外導致嚴重受傷 當時也完全不知道 我們已經掌握到 還要去玩更好 接下來就掉下去 就是喬著出外 亂進去這樣 到底公共設施 要如何維護 又是多久檢查一次 新北市政府官方局強調 在轄區之內的 壁潭吊橋或者是登山步道 除了每個月的安檢之外 還會有不定期的 突擊檢查 保證民眾安全 包括吊橋本身 也都有這個監測的儀器 就是要確保我們這個 吊橋結構的安全 除了管理單位的安檢查之外 民眾如果發現 任何異狀都可以告知 社會單位 或者是用網路通報 讓維護的工作 能更加完善 也讓意外傷害 教導責低 記者劉宜君網友 好 大家看到什麼 吊橋其實會吊下來 可是台灣人不知道 為什麼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就是大家都擠上去 好 那其實這些設施 包括剛剛那個 鐵森森部道 他們也有講到說 其實人在上面尋 也是看不到下面的 所以 剛剛講到那個 高陽國家步道 那個站到掉下來的事情 其實這些設施 做越多這樣的設施 就會把 這個越多的治癒危險 也包括政府部門自己本身 維修這些公共設施 是有更大的風險 因為 太多那種林地的設施 可是台灣現在一窩蜂都在做這種 天空吊橋 這個 這個 我也不曉得怎麼講 因為照理 遊客應該要 然後 我上次去那個 猴炭景 天空吊橋 大家不覺得 真的是 史上最無聊的 吊橋 你們還沒有去看過我 我過年的時候 那個 陪長輩 他們一定要去看 所以我們就去看 他其實有 收費 一個人是五十塊 過橋 然後 大家 也都願意付錢 但其實那真的沒有 他只是這個山頭 那個山頭 什麼 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 明明他就有人數管制 可是實際上 現場就是一直放人進去 然後上面其實就是滿滿的 我就想說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想過那個橋位斷掉 然後等到斷了以後 就是要我給 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沒想過自己有這個責任 好 那 這一個 呃 呃 他想到北投的丹鳳山步道践行 但是這個步道越走越糟糕 年久失修 整個地基塌陷 藏火不堪 常常有遊客跟參客 在這裡走著走著 就受傷了 軟如廢墟一般 這個 這個 有很多人 這就是北投的丹鳳山步道 在日治時期 因為山上充滿了棕樹 又稱它為棕葉山 走上丹鳳山步道的頂端 視野非常地好 而這裡成了登山客的地名景面 但是要爬上山 卻也經過崎嶇難行的步道 沿途中步道不但沒有台階 樹根岩石全都裸露出來 長期下來沒有人修繕 體工壞了 山林的將軍墓園也慘遭破壞 但原殘病如同廢墟 有客還常常在這裡跌倒手傷 很危險 我前幾次來的時候 有被扮倒 看到那個民眾也就摔倒 市府每年花費三千萬 在維護全台北的山林步道 但是丹鳳山步道 卻到現在才破爛不堪 讓民眾抱怨連連 政府你跟收稅 今天都不是要跟黑人保住 是不是 其他的地府 都是以非常堅持而且強硬的態度 不希望我們在上面做任何的設施 民眾希望政府能夠早日和地主協調 讓丹鳳山步道 早點回復昔日的美景 記者張維庚 新美式報導 大家看到什麼 這個廢墟跟剛剛這邊不太一樣 剛剛廢墟是說 你有做設施 然後設施 水泥啊 攔桿啊 裂開啊 這沒有做 但也很像廢墟 好 所以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看 這看 看到什麼 對嗎 六座很好 六座很好 所以剛剛 六座又沒有人走 他有座的那個階梯也沒有走 OK 六座很好 好 他剛剛講的那個階梯 然後人是走在旁邊 對啊 好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嗯 坐了那個階梯之後 其實人常常都走在旁邊的同路 然後所以 那個地方的衝刺很嚴重 那如果剛剛有仔細看的話 那 剛剛出現很多石頭 跟裸露的樹根 然後他們說很危險 那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叫很好 一點都不危險 就殺你就可以 就應該是怎麼樣 就應該是這樣 嗯 我們幫他們接聽走 OK 但是 呃 一般其實 我們看到這麼多前面的大例子 要看到這裡 因為我們前面一直在講 有越多設施 越多貢獻 好 而且設施的維護 常常有很多的困難 好 好 那沒有設施心就很好 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裸露的樹根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裸露的樹根 那裸露的樹根 它意味著什麼 裸露的樹根 對 好 所以呢 其實像這一個地方 大家都覺得說 都是天然的 什麼都不做最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也某種都是一個名詞 因為我們沒有注意到 我們人去走這個路 本身 就是它所造成的 呃 你如果去走過阿朗 你如果那時候走的時候 已經有 都已經做好了 就是更早之前 對就是那個 解停 斜坡上面 沒有任何的設施 沒有錯 人踩之後寸草不生 然後再來就是 會踩出一個凹 然後那個凹在水 雨水去沖刷的時候 它就越來越流失的 越來越快 所以剛剛那一段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是水土流失的很嚴重 那 所以要怎麼在這兩者之間 處理 這就是所說不到要講的事情 所以大家有去仙基岩看過 所說不到嗎 還沒有 好 那這個是你們這學期 都會猜得到嗎 就原來的狀況 其實就會像這樣 然後民眾可能也覺得說 其實什麼都不做都好 但另外有一些民眾就會覺得說 啊這樣子 會滑啊 會不好走啊 所以他就會想到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要水民 但其實 兩者都是一種迷失 那這邊還出現了 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 大地處說這邊是私有地主 堅持不讓政府做任何的東西 所以才保留一下 那我們在礁山步道呢 常常會遇到 這個私有地 大部分在我們台北市來說 很多江山步道都會經過私有地 私有地的上面 到底供貨門可不可以介入 這是 很有趣的議題 但是因為大家現在還沒有 很進入這個狀況 你剛剛這個狀況是私有地主 其實應該是希望政府把它徵送 你拿錢來 就讓你用 所以如果你 沒有要給我徵收 我就不給你用 那所以之前就發生 像在洪樹林那邊有一些步道 政府做完之後 然後私有地主把它擋起來 不讓人家走 那 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這樣做其實還幫忙 保護了一塊天然的步道 但是呢 其實在國外有一個概念 叫做公眾通勤權的概念 在所有的步道 歐美來說 步道的最上面 都會有一個概念 叫做公眾通勤權 意思就是 如果他是既有的 大家都在走的路 私有地主 不可以阻止公眾經過 就是 國際法上所說的 無害通過 那 這個 習慣法 還有一個另一面 就是 使用經過的人 不可以危害地主的權利 所以公眾通勤權是由這兩個層面 組織起來的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那是指通勤的權利 而不表示 你要去做什麼設事 你只不能阻止別人的負責 所以 這件事情呢 在台灣也沒有 沒有這樣的概念 地主 只要去私有地 基本上 他都可以讓你不要走 那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這是富洋公園的案例 方野保護協會 之前有任養這個富洋公園 現在也還是有 然後呢 他們本來 其實都有讓這個地方 維持生態 甚至有自然隱替 那個 這個 勾渠都是自然的 後來他們就把它變成 水泥勾渠 這是 前年的新聞 然後後來 政府部門跟民間之間 我們剛剛講那個 工部門跟私有地主 之間的關係 那現在講到的是 任養單位 民間團體去協助政府任養 但是對於政府來說 這個 任養單位 只是一個 怎麼講呢 我其實也不太會形容 政府到底是怎麼想 這個任養這個事情 比如說他發包了一個工程 然後去整修那個裡面的步道 然後把它變 就是他裡面那個工序 把它水泥化 這件事他事前沒有跟 任養單位共通 然後任養單位是到 他們做完工程之後 進去才發現 原來他們這邊做的一些 就是特別維持自然的地方 都變成水泥貌 所以那時候 就也找了議員去抗議 那後來才把它修理 但其實過後來 還是發生了好幾次 類似的事情 就是其實 政府部門 並沒有把私部門 當作是一個 對等的尊重的角度 事前去跟你做討論跟諮詢 他基本上工程的包包 還是屬於他的權限 他根本就不會跟你討論 那這個 我們希望能夠 藉由今年 跟荒野保護協會合作 在福州山的地方 的那個步道 這個案例 可以改善 因為之前 福州山的案例 就是另外一個 原來他要發包工程 後來請荒野跟千里步道去 表達意見 後來我們認為那個 樹根步道那一段 根本就不應該做工程 所以後來他們就停掉那個工程 然後說用這個 來跟領先部門合作 所以我們希望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好 那另外再導入另外一個 層次的議題 古道 是金山區 這個呢 一路的古道 來看到是清朝時期 漁民運送漁禍的道路 但是呢 現在當地居民報告說 新北市政府 96年花了一千多萬 重新鋪設道路 卻是凹湖 民眾急車經貨 都會特別放滿不動 全是因為這條 魚肉不高 波禄斗 上鋪湖的石板路 輕輕一踩 就會放鬆 連水溝蓋也隆起 一不小心 就會淋來 六條鋪 這條鋪湖 這條鋪湖 還要鋪湖 還要多一點 這條鋪湖 鋪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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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湖 鋪湖湖 鋪湖湖 這條鋪湖湖 鋪湖湖 回想當時還是精有餘性 這條鋪湖 是經常民間有四代 專門運動 運輸到台北 西北市 花了一千多萬 全新鋪湖 卻有人常常在這裡跌倒 一年下來 就刷了數十人 脫著這位 穿紫色衣服的阿嬤 加入了三名成員 跌倒受傷 一般人就忙活著了 不讓人家想百姓 穿完包想百姓 就連記者採訪時 也差點滑倒 林鄭你說 他怎麼在打 你打 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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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現在又壞掉了 又壞掉了 真的很差 真的很差 而且說 新北市又在講什麼 陸屏專 這叫陸屏嗎 這叫陸屏嗎 那應該現在 可能造成一些 自動的那個 受傷問題 狀況 然後 之後後續會起 攻守 去攻守 自己改善 然後可能時間大概六二零先完成 林鄭月娥 還有一段時間 只能提醒你用 全部設定 掌勤應援 別再臨 好 大家看到什麼 有嗎 政府這麼多事情 好像是沒意外 但因為他們在做的 做之前 他們沒有做一個 比較中日的一些 去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對話 嗯 可能這條路 他的設計 不好 所以他沒有想到他們的使用率 他們的負經機員都會 摩托進去 因為各種運練 你不適合他們 坐過車的使用 所以他會有問題 是不是 嗯 可能原本你是想說 你幫他們修 修一條路 讓他們去使用 本來的肉依是很好 嗯 可是在做的時候 會沒有更多的味道 我就想 不像你剛才說的 把你們原來自然的肉 他就要做工 你之前就有 去做水泥了 把原來的每一 都都 原來的該輪的東西 都走掉 反而就成一個 讓人家埋怨的事情 嗯 古道怎麼會變成 是某種類型 古道怎麼會變出啊 某種類型 不一定自然 是不行的 嗯 一路古道 他原來是不行的 嗯 然後但是因為這一段 是已經到金山的那個 社區裡面 那一段路呢 呃 現在已經是社區居民 就是會騎車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剛剛接受訪問的單位 不是做步道的 是什麼 養公處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好 雖然他其實是公路維修單位 但是公路維修單位 為什麼又做成這個樣子 因為他想說 這一段是古道 所以要來一個古道的影響 對不對 但是以前 你剛剛看照片以前 古道跟現在怎麼長一樣 差別在哪裡 這一種古道的做法 其實你們如果去歐洲的小鎮 就會看到 對不對 法國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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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但是剛剛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古道呢,它其實會經過時間的變化,然後使用者的狀況,有一些區段就不一樣,但我們希望如果還是走路的步道呢,可以維持它原來古道的樣子 好,那這個是在講到另外一種使用者,你們爬山有沒有遇過騎單車的人?有,在哪裡? 觀音山,觀音山,對觀音山,還有呢? 單鋒山,剛剛那個單鋒山,對,其實那個會那樣裸露某種程度,也是跟腳踏車有關係 差不多台北也有這種單車使用者,那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我們來看這個,這個新聞我們直接用講,就是在雲林,有一個自行車道 然後它其實是沒有鋪鋪面,就只是把它壓得很平,所以有一些碎石頭要吐的,然後呢,這個記者就說這個單車道,就是做得很不好 其實整段一千五百萬,有一些地方會騎到大馬路,然後有一些地方是碎石石子路 那,我們在騎單車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們平常有騎單車,你們對於騎單車的時候那個單車道的想像,一定都是台北市市區的那種鋪法嗎? 不一定喔,其實在有些鄉村,你們應該都有在鄉村騎腳踏車的紀念吧? 鄉村其實以前我們在騎腳踏車也都騎這麼多,好像也還好 為什麼一定要鋪成像那個台北市那樣子的才叫做單車道? 然後另外一種是單車跑到山上去 剛剛我們講的是在鄉村,然後這個是跑到山上去,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會帶出一間終極路線的南投仁愛鄉的能高越嶺道,這是發生的車友,墜乎而死亡的意外 用三十年經驗非常豐富的車友,那麼在距離文園登山口九點八公里處 不是很年輕人在車衰落一百五十公尺深的山路之中 直升機把洋艙開的大體調劃瞎山,從空拍的影片可以看得出能高越嶺道的地形相當陡峭 十八號上午六點,昭華一支單車隊,申請能高越嶺古道入山鎮,當天往返 騎到古道的光批八表杯之後折返,回程時出世的路段是一處危險陡坡 多數人都下車用牽的,但是陽性車友獨自騎上山坡 隊友聽到有東西墜落山谷的聲音,往山下一看 才發現陽性男子連人帶車摔了下去 這條路本來就是什麼樣的 從你看到我們這條路就是便利公司的地產業道路 可原的為何在在線索內竟然會使用 陽啥 讓人在變了折迷這個地方,這裡的 approach 那麼多潘的地方看到這條路,這麼期待 好生命喔 杨家大哥是当地的里长 杨家兄弟都参加环保志工热心工艺 杨家共有四个兄弟 因为都爱骑单车 当地人称杨家将 现在少了一个兄弟都很难过 而山友的照片也可以看得出 能高越岭到部分路段是大崩壁 直接骑乘相当危险 容易住气不稳滑落山谷 而近日午后雷雨突扰湿滑 更是容易发生意外 现在群山员一旦发现有民众骑车记录 将柔性劝导以防意外再发生 接着交话台南座客报导 大家看到 单车去骑山路 刚刚大家讲都是前山对不对 还有那种进水营 阿兰伊都有 有个骑单车 大家觉得怎么样 怎么办 如果是你们看到 骑单车的人 或你们有没有知道 有一些朋友也有在骑这种 骑单车 有啊 你们有没有身边有人也有坐 没有 这个事情呢 在 在单车 大家如果去搜寻一些部落人 常爬山的人 或者是常骑单车的人 在这事件上面发生很多次的冲突 然后单车 爱好者基本他会认为 他们应该 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去 不能限制他们不走 不能去走 或者是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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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事情大家会怎么处理 你为什么露出这个感情 可是你们觉得说 有时候骑单车 他们有时候只是为了 他们自己要制作的改善 他并没有考虑到说 其实他有些环境都不适合 他们去骑单车 然后他们可能自己 万一如果发生事情的话 有时候可能我们社会要付出一些 一些那种 一些一些社会成本 然后去去救他们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很危险 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真的冒险 会丢命 这真的是 他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可能对人的挑战 对 对啊 其实有一些登山者 如果你把那个主角 换了一个 这句话也是整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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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分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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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呃 其实国外的月影 登山单车 可以玩到非常的疯狂 所以应该找一部影片 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 那个 李嘉之老师曾经放过的那种 诶 你没有看到吗 这里你没看过 对 反正这个玩的非常的疯狂 好 但是呢 那 确实 它的问题是在 这个 你看刚刚那一段路 如果有人在走路 又有人在骑单车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空间上面的充分 都很危险 好 那 所以呢 呃 之前有研议过说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废弃的领道 可以规划成登山车 可以骑的地方 把它们分开来 就是 登山车去骑 林道 然后 人走的 还是这种步道 但是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 那个水沟的做法 海水的做法 或者是 登山车 它有一些 它特别会在路的中间造成凹陷 车侧的那个问题 那个是需要 特别处理的 就是路的路面 还有就是 它们在有一些 转弯的地方 特别 用力刹车 着力的那个地方 很容易形成 基础的那些地方 所以 国外啊 登山车玩家 它们也会 做手作步道 就是 它们是 俱乐部 用这条路来骑单车 同时它们也去修复这条路 才不会让它变成 现在大家如果去看丹后山 那个脚踏车的那个 造成的危害是很深的 就是当地里面很深的充实工 可是 丹车 在 就是这种丹车爱好城 某种程度跟爱爬山的人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它们会觉得 它们骑过去 后来走过去就好了 其实路不用无羞 自然就好 但是其实 它们没有注意到自己在 自然里面的 角色 最后的一个体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们知道这个吗 你们知道这个吗 基隆 基隆 的那个 就是要 是 有趣吗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什么 你解释一下 可能是寶特瓶 然后排上去 然后又 做成繁衣的画 然后他又可能是说 寶特瓶 有些地方就各种颜色 往后来做这个颜色的 配置 那可能有些 寶特瓶颜色说 不够啊 有时候可以塞击 然后就是绑上去 之后再分别一起 它其实是一个 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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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 林菇塔之类的 那种 墓园 生命也很奇妙 对 私人 对 私人 然后他除了那一块地之外 他还出了 墓园区啊 保佑区啊 保佑区啊 什么之类 所以 看景观的地方 好 大家觉得这个布到底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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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他之前是另外一个展场 他另外 之前是 黄色小蟑螂 但是 不是大隻 就是 常在很多 黄色小蟑螂 之类的 然后这是新的 像 现在我虽然是很年龙化 但是 还会有什么地方 我想要抬一抬 但是 跳蟑螂 就是天空蟑螂 我就 就觉得 不会 不会有那么想取的意义 好 嗯哼 OK 好 好 他是一万 万枝宝特瓶 打造了 所谓的星空巢的 大业 大学 嗯 嗯 对 哦 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到底观点 以及 凶 对 他其實寶特瓶在太陽的曝曬之下 在這個環境會怎樣 對可是當然那個時候 《西環山報》的時候有訪問這個 比如說現在講文創的人 就是一個文創的人 就會就在講他們的創意泛國人畫 然後又把這個顏色去呈現 然後也吸引了很多人去看 但是這個就要見仁見智 而且他在這個環境裡面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好像沒有人問過這件事 就是做這個文創的人沒有想過 這些東西放在這樣的自然的土壤上面 然後這個太陽去曝曬 他有沒有什麼重金屬或是塑化劑 然後去走在這條步道上的人會怎麼樣 這個好像沒有人去想過 但是非常多人去 好那我其實剛剛給大家看的這些影片 是希望大家開始想這幾個問題 我們剛剛說李山步道 形形色色的人 不只是去玩的人 去玩的人又分成 其實 其實 這裡面至少在顧這個部分 就是誰這裡會牽涉到這些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每一則新聞幾乎都有一個議員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每一則新聞都有一個議員 然後議員都會去爭取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政府呢要回應這些議員的要求 因為這些議員審他的預算 那還有一些呢原住民部落或者是地方 城市裡的社區居民 那這裡其實登山客遊客 我們剛剛還看到這裡面又在分成 比如騎單車的人 坐輪椅的人 對不對 好 然後再還有一些什麼樣的生態團體的考慮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泛國 那個寶特平 可能如果從生態團體的角度來看 就會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會造成一些後遺症 但是一般人不會去這樣寫 那如果是文史專家可能又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比如說那塊地原來是一個什麼骨肌 結果它被蓋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步道的時候呢 有這麼多的不同的行動者 他們在覺得為什麼要做步道 怎麼做步道 坐在哪裡 跟什麼時候 這個像我們剛剛說螢火蟲 就是一個什麼時候的案例對不對 遊客什麼時候會去步道上 就是在 往往是在生態比較敏感的時候去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才會有一些特殊的風景 所以這些東西彼此就會造成一些矛盾 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 對步道的想像不一樣 然後 比如說有一些探險者會希望去到 越沒有人去的地方 越好 然後所以 但是他沒有想到說 人淹罕至這件事情 你自己進去就是會對這個環境造成影響 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看那些新聞的時候 我們不斷的在圍繞這幾個問題去討論 比如說安全 對不對 大家都會覺得做設施 做欄杆 做水泥比較安全 可是往往不是這樣 好美 剛剛也有一些講到什麼樣是美 比如說山川流離吊橋到底美在哪裡 可是就是有人覺得它很美 對不對 好 那 那個 剛剛大部分人看到丹孟山什麼都沒有做的那個時候 就說那樣比較好 那樣比較美 好 那我們要就美這件事情去跟別人討論 美會不會有的時候是主觀的東西 你很難跟人家做那樣的討論 但是美是可以培養的 我會怎麼樣去判斷美這件事情 然後效益 通常呢 大家你看那幾個新聞都會提到錢 三千萬 然後做多少的維護 應該要拿納稅金 政府拿納稅金要幫忙鋪橋照路 對不對 所以效益要最好做的都不用維護 一勞有益就是叫效益 但是 這裡面也有可能有生態效益跟社會效益 不只是經濟效益 而更何況 我們剛剛發現呢 一公尺五千塊 其實說不上什麼經濟效益 對不對 就是七百萬只能做一公里多一點 這其實從效益來衡量 並不是像一般人去想的 總是覺得說 你用水 以後就不用維護了 如果你 你用人工做的 用自然的這個樹啊 或者是什麼 就要一直不斷的去維護 這樣沒有效益 可是實際上 一公尺五千塊這件事 可能比較沒有效益 對不對 而且它的連帶會影響到生態 然後我們可能會減少掉一些東西 好 那 這 接下來我們會在手作步道的時候 會讓大家看到那種 使用者跟 這個設計者 有一些非預期的結果 比如說 我們剛剛看到 只要有設時間 人都會在旁邊走 對不對 在丹默山那個案例裡面 然後它就會形成呢 更大的破壞 什麼叫更大的破壞 原來你這樣子走 原來你看這是一般人 如果是爬山的話 他這樣走 走出來的寬度 那我們呢 想要做了這個階梯之後 讓他走在上面 就不要走在旁邊 結果 破壞更大 這一個典型的案例 說明了我們公文工程 有一個惡性循環 這張照片可以講四個故事 就是你們先猜猜看這張照片在哪裡 兩下 另外一條 還有 還有 荒衛果肉的支柺 還有 沒有怎麼過 沒有覺得類似的地方 楊歷山 也很像 你如果去金瓜石那邊這樣你覺得很像 去雕山古道你覺得很像 這是什麼意思呢 設計的一樣 那原來古道不會讓你這樣做 如果你我們到後面講到一些古道的案例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每一條古道如果它用就地取材方式 因為它食材不一樣古法不一樣 看起來就會每一條都不一樣 那這個設計都一樣呢 它有一個什麼問題 第一通常在選路線的時候一定選一條 從停車場下來到山頂最快的一條路線 然後呢這樣的路線就很陡很陡就要設什麼 設階梯一般人想到什麼東西都不會壞掉 水泥 所以就會用水泥階梯 好 那所以這就是到處都有好漢坡的來源 那再來就是走這個階梯的人呢都要去帶什麼 護膝 對不對 大家想想就是這樣 走這種路 常常會膝蓋痛 然後呢 除了個人帶護膝之外 有些人就會去看廣告買藥吃 對不對 有很多廣告告訴你吃了它的東西之後 你可以在戶外爬時間 好 但是這麼多人有膝蓋痛的問題 甚至廣告都拿來一直做這個異象 可是大家都沒想過問題不在自己 然後你看這次又會出現旁邊這個人 這兩個人對不對 他們走哪裡 走旁邊 就跟這些地方一樣 那你們剛剛都已經說了走旁邊的原因是什麼 比較好走 比較好走 OK 所以其實給你階梯你不會走 你比較想走旁邊 好 結果就會發生什麼呢 你看這邊草都長不出來對不對 然後下雨的時候雨水會走哪裡 雨水就走這裡 好 那所以它就會變成沖刷 然後呢 這個路肌就會不穩 對不對 然後它就 木道就壞掉 壞掉了之後要怎麼辦 政府就會用更強的水泥來做 然後不會退 好 所以它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 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過去遇到的案例 包括像 這個 為了要 爬到這個頂上 做一條路道 然後呢 這些材料 其實是 車子從這邊搬運過來的 好 然後這個是履帶車滾過的痕跡 這是 這是 運材料的 在草鷹古道上面 用履帶車運材料 所以你看人在這裡 把這個人 等 等比例的放到這個溝裡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履帶車搬材料的 造成的傷害這麼深 好 然後他們要鋪這種 花缸 剛剛我們有講到這種石板 這種石板 是常見鋪礁山的東西 但是 它本身如果不用水泥 就沒辦法固定 你們 之前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古道的話 古道都是用很大的石頭 放在那邊 它不用水泥就不會動 可是這種石板 它底下一定要鋪水泥 所以你看出現這些 奇奇怪怪的這種設計 底下鋪水泥 然後再把這東西 像貼瓷刷一樣 貼上去 你看 我們慢慢的在很多的礁山 從小路 到變成說要讓農機具出入的路 到說用這樣子之後 大家覺得 這樣子還是不夠好 所以要鋪成這樣 所以 慢慢的 這個是剛剛那個草鷹古道 原來 是 只能夠用雙腳走上去的路 因為 搬材料 走出了那種土路之後 四輪傳動車就跑上去 飆草原 然後 後來四輪傳動車 把那個路飆壞了 就把它在附上水 所以 這是 現在 桃園古大草原 所造成的這個 更大的破壞 那其他的工程 你只要在做工程的過程中 去查看 他為了要做這一些水泥設施 他所對這個環境造成的擾動 或者是在邊坡要做那個 戰道的地基等等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 去面對這些工程 這個案例很有趣 這也是在福州山 我們每次去拍 都會拍到很荒謬的照片 他知道是特別好笑嗎 因為有一個人帶一隻狗去散步 然後人走在這裡 狗走在旁邊 基本上中間沒人走 而且他還有很多很奇怪的設計 我們剛剛說 鋪碎石是為了什麼 臭水 這邊有沒有鋪碎石 那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整個是用水泥做起來的 所以他會透水嗎 他不會透水 但是他為了讓大家覺得他可以透水 所以就鋪了碎石 而且呢 因為他在做板膜的鋪法 這樣做比較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邊邊這個斜坡 並不是 一般我們階梯是這樣子一階 旁邊有一個空洞 他現在全部通通都浮起來之後 下雨的時候會怎麼樣 想像一下 他會變成一個小瀑布 水都出不去 這個一直在這個步道道裡 好 所以這樣子的工程非常的多 那也包括說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什麼 黃帝殿 你們去過 有 多久以前 念大學的時候 六十歲 六十幾年 二十歲的時候 現在呢 現在後來有 大概十年前也有去過 十年前去過 被封起來嗎 還是可以走啊 還是可以走啊 還是可以拿那個鋼繩走 鐵鏈 對 以前你們走的時候 沒有那個嗎 沒有沒有沒有 自有原始 對 同學還摔下去 有摔下去喔 對 還好他不用很深 那手剛好就扶住 對 OK 所以你們那時候大學 為什麼會去那裡 因為就有同學的時候 就有男人要講話 然後男生就逞強嘛 要當英雄嘛 結果 只有滑下去有多男生 好 女生都 乖乖的 好 真的喔 這個 男生追女生最好的 對 因為那個 圓盤嘛 對不對 然後人就走在鱗線上 其實好像怎麼就不會摔下去 對啊其實還好 還好啊 不會很危險 對 但是因為 因為 對 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時候比較有表現的機會 所以有時候表現過度 就會這樣 但是 你十年前去的時候 他應該已經做了這件事 就是把這個尖起來的零線打平了 好像變這樣 對 他把它打平 變120公分寬 然後兩邊再插鋼管 然後拉繩子 兩邊都有 你去的時候是不是這樣 去的話就沒有走 後來就找那個大的點石 他媽咪就是有 那種鐵面 可以立在上面 OK 好 那正是零線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 後來 就變成這樣 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個 它跟前面的問題 又有什麼太要 我剛剛前面講到說 比如說 草地 比如說砍樹 那那些東西 都會實際傷害到植物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它也有可能會長回來 對不對 但是這個會不會長回來 這個 就不可能長回來 所以 有很多我們在 自然物上面 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可能想要讓人 變得 所謂的更安全更好走 可是我們失去了些什麼 而且 如果你將來 觀念改變 你想要 不這麼做的時候 你已經 沒有辦法恢復 這是所謂 不可恢復性的破壞 然後 然後 我們在 2012年的時候 就是 有所謂 天然步道 林水師 水泥步道 林成長 所以我們訓練了 後面調查的志工 去踏遍了 台北市 西北市的 所有登山步道 就收集到了很多 有趣的畫面 這個大家有沒有走過 全部都是 輪胎 做的 步道 這是不是手作步道 是喔 手作步道 如果我們講到手作步道 就會讓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手作步道 不是用手作 又是手作步道 還有什麼呢 這個 用地毯 有沒有看過 我們剛剛講前面 是講到政府的一些工程 可是你看民眾自己做的事情 這是不是手作步道 也是吧 好 手作步道呢 講求幾個原則 一個是 源頭解決 什麼叫源頭解決 下雨 你一步道泥泥 就表示什麼呢 我們要解決的 不是撲面的問題 是排水的問題 這樣 撲面的問題是什麼 是管磨解決 就是 所謂的 你排放汙染之後 你到那個 汙染的管線的最末端 弄一個過濾的東西 這叫管磨解決 但是源頭解決 就是說 我就不要排這個汙染 那在 護道上面的意思 泥泥 源頭的問題是什麼 下雨 水流在護道 出不去 所以 要解決的是 源頭的問題 就是 排水 跟增加透水性 那 不管是鋪水泥 還是鋪輪胎 還是鋪地台 它都是管磨解決的思考 就是 鋪鋪面 讓人家不要柴在水上 但是水還是繼續留在這裡 結果這個 地毯的顆粒磨掉之後 更滑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走過 中埔山 浦中山很多這種 更滑的更滑 再來 手中摸到一個特點就是 就地取材 在自然裡面 不會用 在自然裡面 沒辦法分解掉的東西 所以 它顯然就不符了 對 它從外面搬來 而且它是不會在自然裡面分解 不會 然後如果當它 就是 沒辦法發揮止滑的功能的時候 會不會被搬下去 不會 它會再鋪一層 再鋪一層 所以 這也不是手中摸到的特徵 但是手中摸到非常強調 做完之後 要讓人家看起來 跟周邊的自然完全融入 它有沒有辦法做到 沒辦法 就是它沒有達到 景觀美學的標準 所以呢 這一些都是使得它不是 好 這個例子也很有趣的 大家看 那個 這邊做了一個水泥步道 這舊的路線 後來山友不想要走水泥步道 自己又做了 那 那 你說這個有沒有比這個好 大家突然陷入一種兩難對不對 做這個沒有比這個好 而且還造成兩條的破壞 本來只有一條 現在變兩條對不對 這就是剛剛說登山車造成的危害 你看到現在這麼深 這其實是騎單車騎出來的 那你會說人會不會 人也會啊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樹根裸露的那個案例 你看 只是因為輪胎都會騎在 因為它有一個角度 所以它會有一個固定的軌跡 尤其當它形成一個充實之後 輪子都會固定走在那裡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這裡如果有住在那個豐爐地那一帶 你可以去爬這個地方 連風寺後面 很有趣 充滿了什麼呢 這個 大家應該常看到 我們等一下禮山步道 一定會看到這些東西 民眾施搭童子 在那邊泡茶 打麻將 然後做很多的遊樂設施 像這個是那個 土豐舞場 然後白 這個網球場 然後還有那個 宇宙毛巾舞場 你們有沒有聽過 宇宙毛巾舞場 還有那個 靠近圓東寺後面有一個涼亭 是卡拉OK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然後 這個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它在上面 我大家都知道 好厲害 我那時候就走的時候 我都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 想說它到底要怎麼用 後來終於 終於有看到有人在示範 所以 那些禮山步道承受的壓力 跟高山步道的壓力 剛剛我一開始講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不同的使用者 而且 住在城市的居民 有一種想要 回歸自然 到自然裡面去運動 去吸收分多金 對不對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做了很多 這種設施 用了很多環保素材 好 那這些好不好呢 他有這個需要 可是 環境變成這樣 他有時候 為了要整齡一塊地 產掉了一個山頭 對不對 然後種很多外來種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種 種外來種 他們覺得很漂亮 好 那這種種是種菜 菜園 然後 然後 還有很多 像聖誕樹一樣的 那個 布條樹 就是 明明 已經有一個 牌子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但是還是要掛 這一些 都是 你在禮山常見的 還有這個是什麼呢 萬人盡山 對 就是通常大家會覺得說 萬人盡山 感覺是做好事 可是其實領到的垃圾 更多 對不對 通常盡山都會領到很多 有的沒有的紀念 對不對 然後就會造成更多的垃圾 好 然後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阿朗伊古道 有沒有看到 人本來是種在這個綠色的 坡上的 結果後來呢 人採出了這樣的一個溝 然後 步道上 全部都是人站著 你沒有辦法看到風景 看到都是別人的被 好 所以我們在自然裡面 人走過的痕跡 我們想像都是這樣的 當我們想像去爬山的時候 我們現在老子 裡面浮現一個畫面 一定是只有你一個人 有沒有想過這些 但是實際上 你到現場以後 都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所以我們後來會講到無痕山林 會講到手作步道 就是 怎麼樣讓人進入自然的時候 可以減輕對自然造成的傷害 包包步道本身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古道 我剛剛有沒有說 古道每一條 會看起來都不一樣 你覺得這幾條又不一樣嗎 為什麼不一樣 關鍵在就地取材 因為他的 像這是安山岩 你一看就知道 這是陽明山的步道 這是沙岩 你一看就知道 這是貓風的步道 這個是有點像卵石 你一看就覺得 他有可能是苗栗或新竹類的地方 所以 這一些東西 他就會構成這個步道的特色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步道學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夠 你會發現步道這件事情牽涉得非常的廣泛 包包自然科學 工程的部分 社會科學 以及人文 我們其實剛剛講了很多人文的東西 美學啊 哲學我後面會講 然後呢 這些必須要跨科系的觀點 才能夠對步道有一個比較整體的認識 而不是 從個人的 過去的關係來出發 那我們希望透過步道學 可以讓大家 從路人到公民 從消費者到專業者 這是我們設計步道學這一系列 從入門實務 一直到後來實習的課程 很希望能夠發展的事情 我們剛剛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那些對象 新聞裡面出現的對象 可能都是 路人跟消費者 我們也都是路人跟消費者的部分 那 透過 知識的面向 知識的面向 我們可以學比較多的內容 然後慢慢變比較專業 那我們可以透過行動的面向 從一般的路人 變成是 關心公共事務的功能 所以步道學同時有 室內上課 知識的面向 跟室外操作 我們實際去做 做完你們就了解了 你們要怎麼去跟別人講 這些事情其實沒有大家想那麼難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一般人呢 可能都是在路人跟消費者的這個象限 就是 比如說登山色盤 一群人約去登山 那我們是環境的消費者 是一群路人 那我們希望大家慢慢的走到這個地方 具有實質操作能力 關心公共事務的這些群體 這可以發揮更大力量去影響別人 好 那 呃 講的永續步道的概念 是像這樣 在自然裡面 它不一定是一條直線 它是可以為樹去做一個彎繞 但是 人看到這樣子的時候也不會走出捷徑 不會說 欸你看我到這裡 那為什麼呢 因為 這條路本身 看起來是 很可親的 不像剛剛那種階梯有沒有 水泥階梯 你看了就想要走旁邊 所以它具有引導性 然後又可以 不會傷害到太多的自然 這是手作步道希望能夠做的樣子 那 我們 如果 一般人會講說我去爬山的時候 一步就過去了 可是 十年之後它可能就會變這樣 就是 人走過去可能要變沖刷 那我們 希望 是讓步道變得比較穩定 可辨識的 它一樣也是你走過去 但是它不會造成 這個結果 好 那如果我們可以選擇 比較平緩的路線 慢慢的上去 而不要走一條很陡的路線 增加很多設施 即使 這個設施看起來 也還蠻自然的 有沒有 手作步道做起來大概也是像這樣 但是我們相對來說 如果可以找到一條比較平緩的路線 可以減少水的作用力 可以減少設施維護的可能性的話 我們就盡量這樣 所以它是一直不斷在相對比較的狀態 這樣大家了解嗎 就是我們不是在講一個教條 而是 就是 介於剛剛我們說 什麼都不做最好 那就是上一頁 什麼都不做 可能會這樣 那我們做得比較清楚一點 讓大家 不會迷途 而且步道比較穩定 或者是我們做很多設施 我們說 這樣我們也做得很自然啊 那為什麼不這樣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能夠減少設施維護的路線最好 好 所以我們其實要確認 對這麼多的不同的行動者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步道 其實是公民參與的過程 我們剛剛不是在新聞討論的時候 一直說 這可能是個美意 但是呢 這樣做了之後 我們沒有考慮到什麼事 那所以手作步道非常強調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幫他說 我們要確認這個步道 做它到底是為什麼 它要給誰用 它在怎麼樣的自然條件 環境明不敏感 然後人通行的需求是什麼 什麼人要用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 對 輪椅還是單車還是什麼 那它在這樣的自然條件有沒有問題 好 這條步道會通過的沿線 它有什麼景觀 或者是自然資源的特質 需要被保護 比如說皇帝殿那個案例 皇帝殿最大的景觀特質 就是那個東西 對 可是它卻把它 就是打平了 而且永遠無法恢復 好 然後當我們這三個都確定完之後 我們再看說 這條步道應該誰來做 什麼叫誰來做 有可能是政府發報工程 有可能是讓志工來做 志工不是所有的狀況都可以做 那政府發報工程也可能是 在極少數的狀況 好 那這個步道的設計跟司座 考慮穩定跟可持續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兩張 同影片 就在講步道的穩定跟永續 然後你這個步道要有清楚的指標 要有資訊系統 甚至大眾運輸的結果 然後在你步道做完之後 後面還有日常維護管理的計畫 而不要想說 你這步道做完之後 就一逃有逃 你不用管他 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經過這個 整個非常緊密的程序 前面讓大家考慮到自然 考慮到人的需求 讓大家參與進來討論 這個 你會做錯的可能性就會比較少 你做的步道比較永續 好 那 對不起 我先直接講理三 我先直接跳講理三 之後那個其實我在講步道 設計的時候 會回過頭來講前面的內容 好 很快的讓大家看一下理三 就是鑒於大自然 跟都市中間的這個過渡地帶 而他承受的壓力 比大自然還要更大 好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澳山里山里地的概念 然後呢 日本所謂的里山 是 你看喔 他們在這個居住的區域 有水田 水田有水田的生物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神社 神社後面這座山 基本上是不能夠用來採伐的 要保持自然 好 然後 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是可以採竹筍的 這個地方可能可以採野菇 那這一片的森林呢 可能是可以用來採新材的 所以他把周邊的山區 做一些區分 赤森林他可以運用 這就是我剛剛說 河掌造的那個村子 好 你可以看到 人居住在這裡 水田有水田的生態 然後旁邊有 這個是澳山的 好 下雪的 然後 應該要維持 保護的 好 然後如果有神社的那座山 是基本上是完全不能砍發的 用這種方式去確保 他的 人跟自然的關係 是不會 失去平衡的 好 那日本其實經過了一些 李山破壞的階段 慢慢的他們 才開始去思考 好 那這個思考的過程呢 其實有一部影片 大家可以回去找來看 你們有沒有看宮崎俊呢 有沒有看過這一部 不是多多 是 一堆狸貓 你有沒有看過狸貓那一部 狸貓會變成人 不是狸貓換太子嗎 那個是另外一個 那些龍貓 不是 不是龍貓 當然龍貓講的也是 龍貓森林講的也是李山 但是呢 平成離合在這個 或者是他叫做 他有另外一個叫做 他有兩個名字 或是外一個名字 平成離合在 或者是什麼 他其實就在講那個 潛山被宅地化 就是大家 要把它拿來開地城住宅區 然後讓他們慢慢失去了 這一些李山 那為什麼人開始跟李山斷絕關係呢 因為開始慢慢用石化燃料 不用去減薪柴了 然後呢 不用再去採竹子 竹子就不斷的亂生長 所以沒有管理 那所以他現在講的李山 不是說我們把它保護下來不去動 而是把它 重新建立 食衣柱形跟李山的關係 所以你看他們料理 可以去 種東西 可以採香菇 然後住的部分的木工需要的材料 可以從裡面拿 然後 這個衣服可以用那個草木染 對不對 這樣慢慢人跟那個李山的關係 重新建構起來 那他也提到李山有這些機能 資源生產 水源涵養 防止 就是水土保持 有生物可以居住 調節都市的圍氣候 是大城市的緩衝綠地等等 所以日本的這個李山保全運動 是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而且他把各種各樣的人組織進來 你可以在這邊當作小孩子的遊戲場 你可以去践行 你可以做自然觀察 做環境教育 好 那 比較好的做法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那個 社會跟經濟跟環保 可以三營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在環境可承載的範圍內使用資源 讓自然資源繼續循環 而且是基於尊重在地傳統文化知識 各種公民參與去討論怎麼管理這個資源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說那個付費 不是只是收門票而已 他可以是回饋到在地的經濟生活 那這樣子呢 他才能夠塑造一個和諧的李山 就是在保護景觀 尊重在地智慧跟這個 在地的經濟循環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大概很快的把李山是什麼 跟李山裡面的步道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讓大家很快速的看完了 好 那現在是 作業時間 好 這個作業應該很簡單的 因為我整個課一直不斷讓大家在做這件事情 好 就是現在要 剛剛我們都在旁觀那些新聞 現在我們要你們把自己放進去 把自己放進去 然後你會想說 你挑一個新聞 你仔細的把那個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你把它寫下來 你可以運用我剛剛說的那五個W的問題 去觀察 然後呢 你去想像 你在跟這個影片裡面 不同的相關人士對話的時候 你會怎麼說 你會怎麼做 你要怎麼說服他 這樣子 這新聞應該 這個作業應該很簡單吧 好 只要挑一個 你最有感覺的新聞 不管是 你剛剛說那個山川流離吊橋啊 還是那個 范谷的話啊 像我們上一次那個 在永和社大 結束之後 我們有一個 就是各位的學長姐 他看完那個瓣谷草人 你也知道他 他昨天打溜完一個基隆寺環寶具 然後跟他說 這個會有很嚴重的 重金屬污染 有沒有做土壤監測 他們完全沒有 所以後來他就開始一直 關切基隆寺環寶具 這也是一個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只是 寫作業回復我而已 你可以就採取行動 如果你剛看了那麼多 比如你看了那個什麼 蛙山地弄的水滷寶石很差的那個 嘉蘭天空步道 你可以去跟那個曲弓蟲講說 你會這樣子對不對 也可以 但是 講之前 你先試著做一個練習 把自己完整的觀點寫下來 好然後考慮一下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 你先試著想想看 這樣 這樣 可以嗎 好我們下禮拜再開始講 那個手作步道 今天的很多的東西 我們會用 手作步道到底可以怎麼做 那個替代方式可以怎麼做 可以 兼顧自然環境 跟不同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 好